殲-16战机是沈飞机团的仿照俄制苏30MKK战机 并且在殲-11的基础上研发的多用途战机 殲-16最大的攻击特点是具备远距离超视距的攻击能力 以及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 未来可能部署在海军航空兵部队 分析指 殲-16挂弹量大 作战半径大的特点 非常适合在钓鱼岛方向对日本形成威慑 一旦殲-16部署在东南沿海 可在不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往返钓鱼岛空域两次 这种优越的作战能力 是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不具备的